好, 大家好 很少見到他 很少見到你, 我很少見到你, 沒錯 好了, 今天你找我 特地找你, 因為要做一個經濟學的專題 當然要找他, 課程 我們等人都會做些課程 好, 今天主要講講堅利係數這個問題 我們常常在傳媒都會聽到這個數字 堅利係數, 一般來講就是噴富懸殊的指標 世銀, 或者很多機構都會用這個言論 開始講你的論述之前 我大概要講一下堅利係數是怎樣 用最簡單的語言去表達一下 我準備了一些東西 我記得我是有讀過的 但是, 哪個科目 其實不是很記得的 其實是不能用的 我們都不太看這些 我們是所謂芝加哥學派 都不太看這些 大概我準備了一些畫面 其實堅利係數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有兩條軸, 打動打橫, X, Y 將它打動的 Y 收入的百分比 或者比例 然後 X 打橫的人口比例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語言去講 假設, 如果我們一個地方有100個人 而在某一個時段裏面 他們總的收入是100元 100個人是100元 那如果每個人的收入都是平均 完全平等的話 那就是每人找1元 那這個概念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 假設我將其中20個人拿出來 那20個人拿出來 就會變成這樣 20個人, 因為每人找1元 那就是20元 然後我用一條線亂去 那就變成這樣 那原來我找40個人出來 那40個人就很自然是 找40元, 就是平等的 那我又連條線 那如此類推, 如此類推又這樣上去 去到100為止 因為100個人 那去到100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100 必然是100對100 因為總數每人1元 那留意一件事就是 如果在完全平等的情況之下 賺的錢, 大家賺的錢是一樣 記住這個是收入 不是說財富 有一種新的計法是用財富的 但是一般來說 譬如政府來講 或者 世界銀行都是用國安收入 那這個你會回來 那你會說 我會說 那現在是用收入 那其實, 如果在完全平等的情況之下 這條線呢 就是45度 你真的拿 因為大家是 斜的那個 如果真的拿一個比例一樣 其實那個曲是45度 直線來的 但現實裏面 其實 沒有那麼理想 有人賺多些錢 有人賺少些錢 有人比較帥 有人沒那麼帥 那現實來講 那個線呢 其中一個比較經典的情況 就是一條曲 那什麼意思呢 你想想 其實假設 如果 60%的人 是賺了20%的錢 外的四成人 就賺了八成的錢 那你見到 那一開始的曲 其實是黃色的 就是沒有那麼斜 然後呢 去到最後呢 就會急升 這條曲 其實是一個比較經典的情況 有一個名字 叫羅倫茲曲線 Lawrence Curve 這個叫Max Lawrence 的一個經濟學家 在美國經濟學家 就是他發明這條曲線 這個就搞清楚 不是那個羅倫茲轉換的 是那個 算法有點不同 那個是有一個T字的 L-R-E-N-T 這個沒有的 這個是經濟學家 那個是物理學家 雖然那個年代差不多 都是一百 這個一百七幾年 一九幾年 如果那個 那個 一港出世 就是一八五幾 是 拿諾貝爾獎 就是一九的 其實奧因斯坦的 相對論 你一看那個曲線 一定用羅倫茲轉換 一定用羅倫茲變換 羅倫茲轉換 那個羅倫茲應該 拿諾貝爾獎 一九零幾 其實他的級數是很高的 因為你有羅倫茲轉換 才會有相對論 這是另一位 國經作家 這個應該是拿不到羅倫茲 好了 那 坚尼係數怎麼算出來呢 其實 假設 這個紅色的位置 就是它套進去 那部份 其實你看到 這部份 代表 如果貧富不均的時候 其實 這個紅色的位置 我叫做A 然後黑色的位置 叫B 這個坚尼係數 那個方法很簡單 A over 1加B 就是把A做份子 然後A加B做份子 那 那 留意一件事 就是 坚尼係數 所謂坚尼係數 越高 越不平均 那我怎麼可以用這個表達呢 舉例 譬如現在一個極端情況 九成人 是賺一成的錢 就是九成人 只是賺10%的錢 那另外一成人 就是賺了錢 混了錢 那情況就是這樣 那條線就是這樣 亂上去 然後這條線就是急升 那你見到 在這情況的坚尼係數 就不是剛才那樣 因為這次而言 A那裡 就是藍色 那就是紅色加藍色 然後你見到 那個分子就會很大 而B那裡就會很小 那這個所謂 就是貧富不平均 那這個是坚尼係數 那個 就是數學上 就是這樣去看 那 至於 大師 你有什麼論述 嗯 OK 情況就是這樣 是 好繼續 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呢 我就用回 你們的派系 來想 就不用數學 就是你們的財權 沒有錯 就是我們用一個 這個是一個 common sense 一個常識 的方式去想 第一個就是 我先說回 你那個先 就是今時今日 我們真正的收入 我們一個人的財富 是根據他的收入決定 還是他的財產決定 就是說 你在一個有錢人來說 就是 我猜是 譬如一個人有1000億 他每年的收入 大概是 可能只是 20億 那 於是乎呢 因為他2%回報 可能1.2% 大概 我估計 如果你是一個 好像是 收容基 或者李兆基 或者李嘉誠 他大概真正的收租回報 是1% 因為他找了一大堆人去管理 你自己一個人 你就可以收租 收租去到 超近30%左右 你自己一個人一間屋 而 但是 如果你是那堆 自己有一堆房子 樓 而那些優質的樓 你回報率又低些 你又會做很多 維持 做很多這樣的事情 會升級 然後 你們又會請人去打理 那 到最後你可能回報率 只有1% 那 你的大部分財富 你是來自收入 還是來自你的 你的 你的資產 所以本身 用收入去 去 去 衡量 財富是非常陳舊的概念 就是 本身 大部分的人 到了某一個年期 一個男人 或者女人 如果你 到了你 四五十歲的時候 你大部分的錢 是來自收入的話 你就麻煩了 你大部分的身家 譬如說 譬如你現在到了四十五歲 那你就會計 你手頭拿著多少資產 你這一生人 the rest of your life 可以賺多少錢 你那一邊拿著多少資產 那塊一定比你不生所資產 所以 到了四十五十歲的時候 你肯定 或者四十歲以上的時候 你基本上肯定 你就是 你希望資產升值多於 賺到錢 就是人工增加 所以本身這個計算方法 是已經是錯的 就是根據GDP 根據什麼 那個方法本身 就是錯的 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 就是這樣說 美國的GDP 就是多於中國 不是很多 但實際上 他們的財富是多於中國 很多的 因為中國其實 他的GDP 所有的東西 因為經過共產黨 在民間裡 集中了一堆 在國家裡 所以他民間藏有的財富 是遠遠少於美國 或者歐洲國家 香港民間財富是很多的 而中國民間財富 相對國民所入是少的 這個一定是要計 這個一定是要計清楚 這個才行 OK 那第二個 就是講到一個 亦都用一個 想像話 因為我已經 這件事我講了很久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講 書都沒有講 所有書都沒有講 因為那個是會在 一個未來出的書裡講的 那個是一本講的 那本是政治經濟的書 我問一個問題 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 就是社會裡有1%的人 擁有90%的財富 剩下99%的人 擁有10%的財富 以前的皇帝就是這樣 那個分化程度大 還是 當然要夠吃 不是不夠吃 還是社會上有50%的人 是擁有90%的財富 剩下50%的人 擁有40%的財富 10%的財富 哪一樣東西 那個貧富 那個貧富元殊會更加厲害 或者我們貧富元殊 我們會有第二個狀況 第二個狀況 就是貧富元殊不是一個係數 我們應該是想個結果 貧富元殊 就算那個人拿了所有錢 幾貧富元殊都不要緊 只要不發生社會動盪就行了 哪一種情況之下 更能夠引致社會動盪 就是說 你那個人拿了所有錢 就是說 老闆賺了所有錢 然後全部都幫老闆打工 就是大部分財富 就是大部分財富 還是你會發現 有些人 大家做的事情是一樣 然後有些人 人工就高 另外一倍 就是這個情況 就是很多 很可能當年的時候 會是在 當年的時候 192000年之前 香港的員工 走到去中國 做事 香港的員工 都是做這麼多事情 然後中國的員工 就找人好笑 或者在1990年之前 外國的員工 是多過中國 香港的員工 我正正的想說 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 我拆開你了 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間美資的公司 做的 就是這些 他就是說的 他那個外國在美國回來的 在香港 不是美國 是美國人 就是在香港那個 他的房子 是住半山的 還有人工是高 我想是 可能雙倍以上的 但是那個 是一樣的 所以 我的朋友 是心裡很不平衡的 因為我經常說 他好像 有一部電影 叫美色殺人 說 他就是那些人 我覺得是很大壓力 因為很抑壓 我補充這件事 是會發生的 沒錯 早次在英治時代 國安政府時代 那些外國人 做多督察 做警示 但是中國人 可能會做更多的 但問題就會做低級 這個什麼相同 我覺得就是 我們可以習慣老闆 是不是更加習慣老闆 和統治者 剔梭 而呢 大家所有人 其他所有人平等 還是有一堆人 不平等的階層 去到哪裏 而這個呢 就是在現在 地產霸權 不是地產霸權 這個叫做高地價 應該叫做什麼 那些樓很貴的 應該叫做什麼 那個名詞 有時候想不到 有樓 那些樓很貴 有樓沒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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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樓沒有樓的問題 就是 have or have not 如果英文 have or have not 那些have 就是 當一個情況之下 有資產的 就不停增值 沒有資產 就叫做雙差卡員 你永遠 當你就是王子華 你沒有樓便 你一定要有一堆樓 才是第二堆樓 所以那個分化 究竟哪一個嚴重點 所以就是說 因為我們習慣上 你看看我們說的 都是與眾不同 都是挑戰 以前的人的說法 OK 而這個呢 我就是覺得以前 他的官吏是所有這些 是錯的 他現在真正的問題 就是現在香港 因為有樓 因為有樓 你是那個老闆 你是統治階層 你是皇帝 你是皇帝 錦衣玉石 或者有一小撮的 1%或者5%的統治階層 我心甘命令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有一班人 是很大的 是30% 因為幾十% 是10%以下的人 我覺得是無所謂的 但是呢 如果你一堆人是 虧本的 因為一堆人是很 很 在 不用做事 就是那幾次階層 最慘的是一半一半 但是那些買樓 有樓和沒有樓 是完全是不用做事 是沒有分別的 除了一個外國 和一個中國人 或者一個香港人 和一個內地人 當初的時候 在2000年的時候 他們是完全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做了一件事 之後就 翹上手了 炒股票不同 因為炒股票 是有輸了風險的 但是樓接近是一個 接近一個 現在這幾十年 才會來不風險的 然後 那些人 是賺了很多錢 而他是完全不勞而獲 賺了很多錢 是社會上 有一個這樣的階層 所以就會變成 社會分化 是更加厲害 到以前的那種 貧配 這個是我想表達的 還有香港 有一個問題是 你公屋會在 譬如我住在馬鞍山 公屋是會在 私樓旁 是很近的 你會完全感受到 譬如我住公屋 假設 原來我會感受到 在商場那裡 完全會感受到 因為以前 我當你住在華富邨 你最遠都去到智庫花園 或者你 你不會那麼近 那種感覺 這個情況 這個就是 一個政府 或者做這些所有的事情 他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分化才 但是人們覺得更加麻煩 因為如果不是 如果你不是把公屋 運到私樓 第一 你的社會分化會更加厲害 你會有貧民窟 是 就像美國 會出現貧民窟 不是只有美國 例如巴西 很多外國地方 會出現貧民窟 所以就會混亂 第二 就是天水圍會 一個悲情城市 所以現在人們說 全部都建了公屋 那些 其實那些 譬如華理審文年 或者那時候的 那些 全部都建了公屋 因為天水圍已經是失敗 就是民窟 那些是完全不用腦 可能工聯會 你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很失敗的就是天水圍 就是你那個區沒有白眼炮 那個區你聚不到人 那個區聚不到一些 你不可以一個社區的生存 你社會社區裡面 沒有一些的 商業大廈 商場 你沒有生存到一些好的 商業大廈 那些商業活動 所以變成那個區就更加悲情 所以在某程度上 除非一些 淺水灣山地 那些 如果某程度上 他們就算是赤樹 都硬硬擠入屋 的原因 就是他們 一定要做某一個程度的混雜 我也會覺得 因為我小時候 都讀一些比較好的學校 我小時候都比較好的學校 但是我那時候讀一些 那些 就是有了23間 津水學校之一 就是最好的 津水學津水學校之一 那就是 都是有 有錢的同學 和窮的同學 在一起的 我覺得會健康 現在那些全部有錢的 在一起 然後全班都窮 我覺得是很不健康 整件事 整件事 我覺得是 如果好像這樣分開 就不健康 所以大致上 你講的 你覺得 反而 某程度上 混合在一起會更好 某程度上 什麼時候在一起會更好 以前我很不理解 因為覺得 是一個土地主源的浪費 但是問題就是 除非你是山頂 或者是千水灣 去到一些這樣的級數 如果不是 將中級和窮一起的時候 我只能夠說 那個傷害性會比較少 是有傷害性的 那個傷害性就是 你剛才說的傷害性 是的 就是兩害取其輕的問題 是的 但是 我最重要的就是 我講這個理論 我就是講 為什麼樓價飛升 有樓沒有樓 會造成這麼大的社會分化 是 社會分化就是 盡量一步一步 因為這個世界上 這個地球 大概有樓的階層 都是去到30%到50%而已 是的 是不會做到什麼的 所以你永遠都是 所謂樓價聲明 永遠做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而樓價 它就是一件事 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 它有入場費 不同股票 是 你如果買一個基金上升 大家全股票一起上升 OK 我還可以一萬一萬賣 兩萬兩萬賣 OK 沒有問題 但是樓價你會有一個上車的問題 你那個 第一個 入行的 入場 門檻太公 門檻 所以我這次 我特別就是 把這個問題 講出來 好 明白 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 OK 好 多謝大家